大家好 3月14号礼拜一 2022年现在上午10点55分啊 这有一位在法国的在法国的华人女性啊 她发表了一些文字啊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今天我的乌克兰裔的就是来自乌克兰的乌克兰后裔的同学来看我 他们都在法国 他是中国人 那个人是乌克兰人啊 大家亲切交谈 亲切交谈啊 有点跟那个是吧 两国领导人来了啊 两国领导人亲切的会面 亲切的交谈啊 是吧 有好的问候彼此的亲戚朋友 有好的问候彼此的亲戚朋友啊 他说他乌克兰的娘家在中部 那边的人都在静静的等待着结果 等待什么结果呢 俄军到来或者不到来 生活和工作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们那可能不是战区 是吧 不是战区啊 他说他娘家 娘家啊 乌克兰的娘家 目前分成两派 有一派说这些年饱受无能政府的压榨之苦 静等俄军前来解放 这是一派啊 看看另一派怎么说的啊 认为啊 这一派等着俄军来解放 认为如果回归大俄罗斯后 大俄罗斯啊 俄国人版 俄国人曾经把乌克兰叫做小俄罗斯 实际上俄国人贬低压制乌克兰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其实呢 我们不是把基辅叫基辅罗斯吗 其实那就叫罗斯 就叫罗斯啊 后来才分成很多小的罗斯 最开始人家就叫罗斯 但是俄罗斯就一定在这个基辅的这个罗斯前面 加上基辅俩字就是为了贬低啊 为了贬低 为了叫什么 矮化 是吧 用在台湾啊 中国大陆矮化台湾的外交空间 就这意思 他们认为回归大俄罗斯后日子会好过很多很多 另一派说 如果俄军打过来了 要死战到底 这让我想起了新冠疫苗 也曾经让一家人分裂成体派 对啊 有的人就打了 有的人就不打 坚决不打 对吧 然后有人说了 说德国人来了 我们失掉的是土地 德国人来了 我们失掉的是土地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对于什么拉脱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白俄罗斯那些国家啊 二战的时候啊 德国人来了 我们失掉的是土地 苏联人来了 我们失掉的是灵魂 然后又有人说 俄国已经不是苏联了 他就叫俄罗斯了 苏联不存在了 垮台了 美国和欧盟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了 现在美国和欧盟在白左的带领下奔向共产主义了 然后有人接着说 说让他们多读读历史吧 和独裁者 特别是俄罗斯在一起 有好日子过吗 然后有人说了 我觉得结果是对的 有赞成 有反对 一边倒的言论只有在强国 指的中国啊 自由的世界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然后接着有人说了 说1949年不也是两派吗 1949年 信的 信的就是信共产党的 留下来建设新政权 不信的跑台湾 跑美国 跑香港 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啊 任何时候 任何事物都有不同的认知 就看历史会给哪一派加分了 还有的说 对韭菜来说 有时候打破 打破啊 不破不立 也许就是一条重生之路 阔胡自认为自己是赵家人的除外 然后有人说了 俄罗斯的经济一直比乌克兰好很多 而且乌克兰政府的腐败程度跟俄罗斯半斤八两 还有人说 乌克兰百分之百会加入欧盟了 净等解放的那些人依然选择俄罗斯吗 我很好奇 说这事简单 这事简单啊 不是分两派吗 这事简单 看不惯泽连斯基的就搬去刚成立的那个两个伪独立国 伪独立国说是独立了 那肯定下一步加入俄罗斯 就是顿捷茨克 卢干斯克啊 或者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14年就被俄国人拿走了 都八年了 对吧 那你就可以享受普京的伟大领导了 干嘛要赖在中部的平静区呢 平静区就是不打仗的这个地区呢 非战区呢 对吧 你可知道你的平静是多少战士用鲜血换来的 别人保卫了你的家 你还说谁让你保卫我了 没有国家才好呢 我早就想成俄罗斯人了 如此欺失灭祖之言 也能被如此堂而皇之的说出来 我真的开眼了 啊 说统治者嘛 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 期待独裁统治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说实话实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军 入侵加拿大 加拿大人搞不好 也会势均力敌 分成两派 每个政府都有缺点 要懂得两害相权 取其轻 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选择权 然后又有人说了 哈尔科夫 第二大城市啊 也是俄语区啊 那的人有很多是俄罗斯族 也讲俄语啊 被轰成渣渣了 对吧 被轰成渣了 被轰成残垣断壁 一片瓦砾了 老百姓死了很多 对吧 说 然后又有人说了 那 他们就不是正宗的乌克兰人 说我认识的都是坚决站在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一边 反对俄罗斯入侵的 而俄国人多数站在老毛子一边 说什么乌克兰政府是纳粹之类的混蛋化 混账化 混化 说这是一个自由和面包的选择 很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后者 你跟俄罗斯你就有面包吗 自由肯定是没有 面包有吗 俄罗斯自己都被制裁成啥样了 对吧 现在什么 优衣库 Zara HM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对不对 全走了 连那个做家具的瑞典 那个一家 IK 都走了 俄罗斯人都赶紧抢购 要不然买不着这么合适的家具了 这种组装家具 比较便宜的家具都买不到了 对吧 俄国马上自己都没饭吃了 他要你 说乌克兰 可以坚持三周 就不是两派 就证明啊 现在能打到第三周了 那就不是两派势均力敌 是80%的人团结抗敌的结果 我看到一个民意调查 现在不是80% 90%的人都支持现任总统泽连斯基 然后接着有人说了 回归一个被制裁的俄罗斯 基本等于完蛋 然后有人说 等德国人来解放更好 等德国人啊 说和他们说说 1949年前后 国民党很腐败 当然这个腐败也可以画一个引号啊 国民党很腐败 被共产党打跑了 然后看看这70多年 我们下期见